2020年央行数研所官宣首批试点的四地异场景 包括深圳 苏州 雄安 成都 加上冬奥会场景 试点落地 2021年第二批数字人民币面向公众的试点 包括上海 海南 长沙 青岛 大连 西安六地 2022年试点地区再扩容 已落地全国26个试点地区 试点三年来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和形式逐步扩大 支付模式也在不断更新 同时 数字货币在用户端后续可以提供贷款 理财 保险等线上金融产品 企业端可以提供数字营销 供应链管理等增值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8月31号 15个省市的试点地区累计交易比数3.6亿笔 金额1000.4亿元 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商户门店数量超过560万个 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深圳于2020年10月9号 拉开了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的序幕 此后不断地提速增效 截至2022年11月末 深圳已正式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超过105万个 累计交易金额超过184亿元 11月3号 深圳市罗湖区举办深港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启动仪式 在全国首发深港跨境消费指数 并与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签署 共建深港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合作备忘录 预示着数字人民币有望用于跨境消费 下面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 刘院长 今年数字人民币在深圳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比方说开展数字人民币深港消费先行技术测试 那您觉得这对于跨境消费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应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吧 第一个就会提升整个跨境消费的便捷性 我们知道跨境消费它涉及到跨境的消费人群 如果按照传统的金融服务的模式 都需要开立异地或者说跨境的银行账户 那么通过数字人民币就不用开立银行的账户 就可以直接的进行消费 第二个我们通过试点就可以使更多的应用场景出现 吩咐了应用场景之后就增加了跨境消费的这种便利性 它里面有一个硬钱包的说法 那请教您一下这个硬钱包指的是什么 人币它不用去开立银行账户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但是它还是需要去开立一个数字人民币的钱包 这个钱包分为了硬钱包和软钱包 软钱包大家接受的比较多 都是通过我们的APP或者是一些网络的接口去提供一个服务去 但是对有一类人群比如说小孩比如说老人他们不太熟悉手机应用的 那么在这块也是有困难的 那么我们就基于了硬件比如说手机的芯片等等这样的一些硬件设备 去把这个钱包固化到这个硬件上去 所以说这一类的钱包就被称为了硬钱包 那您觉得作为试点城市 深圳在数字人民币应用方面还有哪些带开发的领域和空间 我觉得还有三个领域是值得去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跨境的贸易结算 第二个就是跨境的投融资 能不能通过一些专用的通道来使跨境的投融资更加的便捷 第三个就是产业政策的投放的领域 资金到底去了哪 是不是真正的应用到了政府引导政府鼓励的这些领域 目前现有的金融体系对这些的追踪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数字人民币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